Lacuda Niguel 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城市 前两个月帮客人在这边买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套 海景房 五房四位 室内是4300尺 占地是1万尺 售价507万 它的前院三车库 后面是一片海景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门禁社区 学区的非常好 我们进来看一套房子 500万 你是买Newport 还是买 二湾 花果山 还是买Lacuda Niguel 好 我们站在门口 回头看一下路户门 很漂亮的草坪 双开门 一楼是地砖 挑高的客厅 往里走是Living room 带壁炉 整个Living room 区域都是挑高的 然后往前是餐厅 餐厅我们一会通过厨房 还能走过去 左边进来是一楼的房间和书房 这是书房 书房没有算房间 书房里面是木地板 书房旁边是一楼的房间 是地毯 是一套房 带套内卫生间 套房旁边 这边还有一个半位 Poud room 所以一楼是有一个套房 加半个卫生间 这是通往车库的门 以及洗衣房 然后再往里走是家庭厅 Family room和厨房 这是家庭厅 房龄是1989年 所以一楼都有台阶 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地砖 层高也不错 看到两个壁炉 好 这是早餐区域 他的厨房做的翻新 白色橱柜 这是还有导台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颜色 在厨房洗斗室这块 就可以看到海景了 今天天气一般 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非常开阔 后面有泳池 白色橱柜 冰箱 这边还有个吧台 好 从厨房这一侧可以走到 正餐厅 非常美食风格的吊灯 餐桌 然后从餐厅这一侧也可以到院子 这是一个 jacuzzi 温泉池的一个泳池 还有做的水井 BBQ 都有 后面的fans就是围栏是玻璃的 这是一个观景的一个后院 这里还有大的户外的桌椅 在这个位置就是海 我稍微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那古兰尼哥有这个城市正在建设华人超市 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认可这个地方 并且在这边置业安家 以前不少 尔湾的房子只要一两百万买下来 就涨到三四百万了 把三四百万的房子卖掉 到这边可以买到海景房 很多人在这样做规划 好上楼看一下 楼上有四个房间加loft 半旋转楼梯 楼上是地毯 整个上来空间都是挺高的 好上来之后是一个loft loft的右侧 就是主卧 主卧我们最后看 让我们在左侧有三个次卧 三个次卧 这是公共卫生间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这个次卧是跟前院 是一个方向下 超大的一个玻璃窗 拱形玻璃窗 尖顶挑高 里面都是地毯 楼上的走廊跟楼下楼下一样 都是地砖 房间里都是地毯 另外一个次卧 也是一门一门贵 也是层高很高 好 第三个次卧 这三个次卧共用一个卫生间 一二三 共用卫生间在这边 旁边是loft 它是五房四卧 楼上两个卫生间 楼下是1.5个卫生间 其实是五房3.5位 我们看一下主卧 主卧进来先是一个 休息和观景的一个区域 两侧的壁炉 我们在 Coto de Casa也是 卖的房子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壁炉 主卧的 床 外面的阳台我们一会儿去看 非常开阔 我们先把卫生间看一下 浴缸淋浴房 都是可以看海的 在楼上看的海更清楚一些 里面是马桶 这个门后面是衣帽柜 是很大的 从这边可以开 对后面是很大 后面不是只是一个小衣帽柜 它是一个衣帽间 只是玻璃门而已 好 我们走到阳台看一下楼上景观 首先可以看到自家的泳池 然后这一片 透过这个屋顶全部都是180度海景 我们放到大家看一下 居高零下 关台 主卧正好是一个关海的最佳位置 好 这套房子是在楼上景 华人正在关注这里 因为在建华人超市 这套房子是室内4300尺 占地1万尺 售价是507万 有兴趣约合吗 今天看吧 这套房子是在门禁社区 价格也还可以 好 拜拜 谢谢大家